在整个中日战争 两军在战场上 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实际上东京跟重庆之间 秘密的和谈从来没有间断 这个和谈里面有军人 有政府 有民间 有情报人员 有真有假 有公开有秘密的 这个里面分分合合 真真假假 我可以说这是精彩绝伦 实际上我们也想到了 今天台海的局势 就是任何的战争 这个战场有包括经济的战场 文化的战场 同时在任何的这种 两军对阵时候 中间的联络 中间的秘密的这个谈判 是不绝于耳的 都是在做 为什么 因为你彼此要互相了解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 有什么冲突的话 有这么一条线站 可以来踩住这条刹车 所以这次我们就选择 这样一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 中间有很多例子 非常的有趣 欢迎大家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